快递小哥第一天上班,竟被不穿内衣的美女拽进屋内,看着美女纤细修长的大途,小哥内心慌乱躁动,强撑着让美女签字,可美女却直勾勾地看着她,还伸出柔嫩玉卒挑逗小哥,小哥哪里见过这种场面,顿时被吓得呆若木鸡丝毫不敢,美女趁机把小哥推倒着沙发上,开始对小哥动手动脚。 干快递的工作这么累,你有没有想过我该? 可这个小哥实在不解风情,他竟猛地推开了美女,美女却丝毫不介意。 我刚洗完澡,觉得有点口渴,你送了一天的包裹也累了吧,要不然是倒两杯水啊? 要不说是年轻小哥呢,美女都三番五次主动了,她却慌慌张张地把杯子摔碎,还借口要送快递匆忙逃走。 可不久之后美女便离弃死了,法医鉴定美女是被人从后面敲晕,而后被歌喉而亡。 更诡异的是,现场有一个沾满血字的杯子,警方推断凶手是把被害人的血混合着豆浆喝掉,警方还从杯子上发现了纸,可警方在指纹库里并没有查到此,案件陷入僵局。 刑警队长大伟此时也是焦头烂门,原来歌喉放血案已经接连发生两起了,而警察局局长命令大伟五厅内破案,这可把大伟难为的直脑子。 可是同事的一句话让他想起了更,那个天才少年,犯罪心理高手,方木,但是此时的方木因为三年前,他的朋友在学校里接连遇害,而凶手至今没有抓到,产生了心理阴影,心理上非常抗拒任何案件。 大伟去学校找方木理所当然的碰,不过警官卧龙凤厨在死者家的心发现,让大伟精神一震,卧龙凤厨在死者楼下的垃圾桶内,发现了死者生前买的包裹,根据包裹单号找到了嫌疑人,正是之前的快递小哥吴东爱,又根据快递公司提供的地址,顺利地找到了吴东爱的住宿。 吴东爱的房间里没人,床上却满是女人的衣服与脚发,就在三人查看是吴东爱回来,却在看到他们三人后转身就跑,不过下一秒就被抓住了,审讯是李吴东爱失口否认人是他杀的,别来案发当天吴东爱拒绝美女逃离,回去后却后悔了,等他拿着花赶到美女家楼下时,刚好看到美女的尸体被警察抬起,担心惹上麻烦的她,扔下花飞也似的逃走,可指纹对比结果确实与她的吻。 没有人证物证的她白口默扁,财哥不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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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就在大伟以为凶手终于被抓到时,第三名女性受害了,与前两起案件一样都是被割喉致死,不同的是,这次现场并没有发现凶手明确的气氛,但是死者的财物被洗劫一口。 就在大伟以为是模仿作案时,去发电调查的凤子,证实了吴东爱没有说谎,毫无头绪的大伟,又厚着脸皮找到了方木,想要强行把她带回警局,可没想到方木宁愿跳车,也不愿意去警局,可见她的心理阴影有多大。 医院里方木的教授心疼地来谈她,看到她这样也不再抢求她面对安心,更是在出去后训斥了局长和大伟,这边方木醒来看到了女友陈希。 方木你太让我失望了,如果下一个被吸血鬼割喉引邪的人是我呢,那好休息吧,谢谢。 陈希的一句话胜过他人千百次,短短几句话就让方木愿意直面一遍,当大伟和局长进入病房时,方木便告诉他们, 他这都准备好,你一会儿就过去。 绿藤市最近连续出现了三起凶杀案,而且三起凶杀案的被害人,都是被割断警动脉失血过多而亡,且警方在现场查不出足够的线索。 刑警队长大伟焦头烂额,可线索太少无可奈何,突然他想到了那个村太少,方木,警察局里当方木一出现,就受到刑警们的热情招呼,一个个的帮他梳理案情。 前两起案件中,现场都能找到凶手喝血的器皿,可第三起案件中,并没有找到喝血的器皿,凶手只是洗劫了店内所有钱财。 大伟怀疑是有人模仿复案,可方木却肯定地说, 这三次案件,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。 能划凶手的效果? 凶手大概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,真高,六七五六七八五分左右,身性偏瘦,家性解决。 可能是因为方木还没有彻底自语,并没有想出凶手的完整话想。 可第二天方木吃早餐时,老板的一句话提醒了他, 方木瞬间明了立马打电话告诉他,凶手对血液的需求量越来越频繁,所以他开始储存血液。 第三起案发现场没有杯子,也是因为死者的血被外打,而拿走钱财也是为了购买苦血设,并且推理出, 下一个死者还会是女性,并且一定会被抽干血液。 通话的同时大伟正好到了案发现场,但眼前的场景和方木推理的完全不一样,正巧此时陈希来找方木, 在陈希的鼓励下方木来到了案发现场,但再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,方木还是承受不住跑出去吐了出来, 陈希温柔地鼓励着他,低头时方木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女后,猛然间他想到了什么,转头跑回去在案发现场翻脚了起来, 他推断出凶手提高了对血液的追求,已经不满足成人的血液质量了,所以才会对小孩下手, 并且在楼顶推理出凶手的位置,可当他们赶到是小女孩已经死了, 带着自责与愤怒方木回到学校,在图书馆疯狂看书寻找敏感, 突然出现的社友一句话让他受到情,于是他赶忙找到大伟和教授,说出凶手的样貌特别, 凶手身高大约1.72左右,年纪30出头,天手,头发长且脏乱,神清火不变神中,带有绝望的教育, 我建议,在全市各大医院整个调查,调查五年之内,因为血液方面而患有疾病的病人,最好是血液方面职扯的病人。 但是大伟却一脸疑惑地看着方木,方木说出了他的推言,因为凶手的加害对象和作案凶器都是随机的, 所以他们一直以为,凶手的标记是吸取人形,其实不然,凶手需要的是更多新鲜的血液, 与此同时教授根据方木的行为,画出了凶手的画像,一个阴郁狠狠的形象赫然出现, 大伟通过小麦店老板得知却由此,局长立刻在全市下达通缉令, 三天之内找到此,突然方木跑到局长面前,根据凶手的作案时间, 他推断出凶手会在今天再次杀人,沃龙此时也带来了医院的消息, 他们查到确实有个血液患者,他叫马涛27岁2006年入院古林症武器, 但是古林症从病发到死亡不会超过两年,所以这个马涛已经死亡, 而他的父亲五年前也是死于古林症,且家里没有其他人, 就在几人束手无策时,外面的吵闹声吸引了众人, 原来是长青路骗警徐立东找过来, 他说自己的女儿被凶手捕走了,是邻居家的小孩亲眼看见的, 方木大胆推测,这个凶手不是古林症患者, 他对血液的需求出自对死亡的恐惧, 他觉得自己会像古林症患者一样惨死, 这个凶手一定和马向文父子有关联, 和警方查到的户籍档案,马向文家里再没有其他亲人了, 那这个凶手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, 可方木坚信马向文一定还有个儿子, 这个凶手因为看到父亲和哥哥的惨死, 患上了无法排解的心理觉, 而这种心理病无法被人理解, 所以他才会生饮人血, 其实他根本没病更不是吸血鬼, 凶手犯的完全是心理罪, 而且他一定住过精神病院, 全市的精神病院只有一个, 在那里肯定可以找到凶手, 而且凶手现在急需干净新鲜的血液, 所以凶手一定藏匿在长青路, 附近的一家废弃医院, 而后大尾立马想到, 长青路有个废弃的老三院, 众人立刻赶往, 这边卧龙也确实在精神病院, 找到了凶手的资料, 原来他叫马凯, 是马涛的弟弟两个月前出的院, 宋楚此时也找到了马凯的住址, 于是警方兵分两路, 大尾带队前往老三院, 另外一队前往马凯的住所搜索, 当警方赶到后很快就在马凯冰前, 找到了大量的血液和证据, 而大尾这边也顺利地找到了马凯, 但为了不打草金蛇大尾翻上屋底, 破窗而入一脚踢跑了马凯, 但狡猾的马凯拿起手术刀鞋破小孩, 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, 一个婴儿的哭声突然响起, 渴望新鲜血液的马凯被成功吸引, 魔睁的向窗外望, 看到的却是方木用手机放的身体, 就这样吸血鬼马凯被带过, 而方木帮助警察成功破案后, 终于走出内心的阴霾, 重拾三年前的案件完成毕业论文, 但他绝对想不到, 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等他破解,